有些话不能同人讲 甚至即使让你说 你也不见得说得出口 那是只有自己才能够觉察的情绪碎片 只有放在心里痛最小 有时吐露出来 反而成了矫情 与您分享王硕的文章 你缺乏安全感 你苦 你比卡扎菲还苦 你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似乎全世界都亏欠了你 没有一件事顺心 没有一个人顺眼 社会太黑暗 人心太险恶 你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种利益关系 各取所需罢了 你不相信爱情 两个人在一起不过是因为寂寞 你对人总是怀有戒备心 所以虽然你在人群中 虽然你脸上挂着笑 虽然你说着无所谓 却依然无法掩饰你眼底的孤单 你忙 你比奥巴马还忙 你总是马不停蹄地奔波 你总是很多应酬 你总有打不完的电话 你的口头禅是我忙啊 这个世界仿佛只有你在忙 你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因为你在为自己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你想改变世界 你最大的痛苦是 时间总是不够用 当你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清冷的房间时 偶尔也会感到一丝孤单 终有一天 这一丝孤单累积起来 将会充满整个房间 让你无处可逃 你伤 你比林黛玉还伤 你沉浸在上一段感情中 无法自拔 那些通彻心扉 那些刻骨铭心 都让你有种欲罢不能的忧伤 时间长了 你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忧伤 还是为了忧伤而忧伤 习惯性忧伤就和习惯性流产一样 都有很严重的内在负面原因 一旦形成 很难改变 即使又有一个爱情的机会 你也会习惯性忧伤 习惯性逃避 然后习惯性孤单 你宅 你比普鲁斯特还宅 你沉迷网络 在游戏中呼风唤雨 体验成功的感觉 在QQ上勾三搭四 幻想一个艳遇从天而降 整宿看着偶像剧 有那么一瞬间 你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男主角 你天天吃泡面 天天熬夜 天天便秘 越越不洗脚 越越不理发 越越不换衣服 终有一天 你偶尔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红肿的双眼 浮肿的大脸 臃肿的身材 从那一天起 你恨所有镜子 以及能反光的东西 自然也包括异性 弦物的瞳孔 你喜欢低头走路 你说话时 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你的视野 总停留脚边 三十厘米以内 你看不到天边 灿烂的晚霞 也看不到天上璀璨的群星 你总在为脸上的某些瑕疵焦虑 即使对方善意地微笑 你也会认为是对自己的嘲笑 于是你仓皇逃离 只留下一个孤单的背影 你超凡脱俗 你卓而不群 你是宇宙中唯一的你 所以你对你的另一半也绝不随便 你希望你的另一半冰清玉洁 轻力脱俗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色意双绝 人神共赏 最后 你被催地发现 这个对象 好像不存在于银河系中 于是你幻想 有一天驾着飞船 驶向外太空 在茫茫星际中 孤单地穿行 你喜欢自由 你喜欢流浪 你最大的爱好 就是拿着地图幻想旅行 你是如风般的男子 有一颗漂泊的心 你也向往美丽的邂逅 和浪漫的爱情 常常幻想一些电视剧情节 把自己感动得要哭 但是你给不了任何保证 甚至不敢承诺 你擅长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不后悔 但现在的姑娘 都聪明了很多 早在一公里外 就看穿了你的小伎俩 所以 结果 就是你一个人走 孤单地走 你缺乏安全感 认为太漂亮地 hold不住 太丑地带不出 她活泼地过于风骚 她文静地缺乏情趣 年纪大的现实 年纪小的肤浅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年纪合适 不美不丑 活泼文静适中的 结果是已婚的 你感情丰富 你说爱情的保鲜期 只有七天 女人对你来说 不过是件装饰品 戴上和摘下 同样挥洒自如 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你从不动真心 可能你也动过 不过你很快 就会控制住 因为你深信 谁动真心 谁倒霉的道理 你换女朋友 就像换手机 4S上试后 就毫不犹豫地 抛弃4 但是你迟早会发现 你在抛弃别人的同时 别人也在抛弃你 终有一天 你拿起手机 翻遍电话簿 也不知道 打给谁诉说真心 所以 孤单 是对你最好的惩罚 所幸惩罚的 不止你 一个人 在感受上 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相信自己有办法 不去做一个受害者 相信世间的美好 总比丑恶要多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思维习惯 需要刻意地去引导 才能够帮助我们 清晰地认识自我 你 缺乏安全感吗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祝您 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